绷紧神经 我们看央行今天开礼监视会议 那么宣布利率是连续酒际不变 不过总裁彭欢南特别提醒 房贷支出裸占家庭所的三成以上民众 要特别注意 也就是说在未来是不是有利率 会有调升的一个可能性 央行总裁彭欢南一点自信的走进会场 央行第三季礼监视会后 宣布利率依旧按摒不动 从天限率连酒际不变 但是彭欢南罕见对房贷主 提出警告 按时未来利率可能有往上调的风险 央行特别提醒 房贷支出占家庭所的比例超过三成的话 就一定要注意 消费者这边没有做好价格风险这样的评估 或者银行太大意 台湾也没有可能亮成另外一波的房贷风暴 我不希望有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绑换以未来 所以就要在新闻稿里面做这个提醒